在70年代樂壇 David Bowie以大膽的實驗精神 不斷刷新大家對搖滾樂的印象 也因此而被稱為 而在當代樂壇 有一個團體延續了David Bowie的實驗精神 他們的每一張專輯 甚至每一首歌曲 都不存在既定的風格 他們就是 兩度拿下葛萊梅最佳搖滾專輯獎的 把大象關起來 沒錯 Cage the Elephant 來自美國肯塔基州的一個城市 鮑林格 主唱麥特蘇姿和吉他手布拉德蘇姿 是互相扶持長大的親兄弟 他們的父親曾經是樂團的樂手 所以也在父親的影響下 從小就對音樂有非常大的興趣 但他們的童年生活並不幸運 因為他們的父母在他們很小的時候就離婚 而且家裡非常的窮 窮到他們只能穿親戚給的舊衣服 布拉德曾經提到 他當時只有兩條牛仔褲 所以如果來不及洗 隔天就要穿髒的褲子去學校 也因為這樣 他們在學校一直被其他同學嘲笑和霸凌 而他們唯一的宣洩方式就是洗歌 後來在因緣際會之下 他們參加了一場才藝表演 而且獲得了第二名的成績 這讓他們更加確定 音樂是自己人生的目標 長大之後 他們組了一個叫做 Perfect Confusion的樂團 也就是Cathe the Elephant的前生 但為了生活 他們都有各自的工作 只能用下班的時間玩樂團 主唱麥特當時是工地的水管工人 每天凌晨四點就要上班 他總是一邊上班一邊思考自己的創作 而為了不被老闆發現 他會偷偷地把音符寫在牆壁或是水管上 等大家下班之後再跑一去抄下來 雖然辛苦 但他們從未放棄對音樂的追求 只要有機會就拼命表演磨練自己 至於為什麼改成後來的團名Cathe the Elephant 這就要說到在某次表演過後發生的離奇事件 時間是2006年 在某一場演出結束後 他們在一間俱樂部外面顯晃 結果突然出現一位 流著山羊湖的光頭 又喊又叫 朝他們衝過來 他們覺得那個人一定精神有問題 所以每個人都趕快跳上車躲起來 但主唱麥特來不及上車 他當時就覺得完了 自己可能要被攻擊了 不過當恐懼到達最高點的時候 那個怪人卻只是給了麥特一個大大的擁抱 三小啦 並且重複說著一句話 你必須把大象關進籠子 你必須把大象關進籠子 於是麥特就決定 把團名改成Cathe the Elephant 那個人衝過來的那個行為 然後包括講話有點像我 也不知道改團名是不是有改運的作用 就在改名大約一年之後 他們在一場音樂節表演的時候 終於被唱片公司看見 你的努力 我看見 他們順利被Sony旗下一間英國唱片公司簽下 並且移居英國法則 麥特小時候總是想離開他那個充滿痛苦的小鎮 但他做夢也沒想到的是 居然會離得這麼遠 不過他們剛到英國的時候 並沒有如玉琦般的報名 但是憑藉著累積已久的演出實力 他們在每個城市都留給觀眾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主唱麥特 他燃燒生命般的表演風格 把每一場演出都當成最後一場 雖然他常常在舞台跳水之後 把自己弄到鬼子 甚至還有一次被麥特封線纏到脖子不能呼吸 但麥特非常樂在其中 觀眾也覺得值回票價 我是觀眾我也覺得蠻值回票價 能將生命演出位拜託 終於在2008年 他們的單曲 And No Rest For A Wicked 獲得巨大成功 他們也開始嘗到走紅的滋味 之後發行的同名專輯 Catch The Elephant 更是從英國鴻回美國 並獲得白金唱片認證 然而他們並沒有因為第一張專輯的成功而滿足 反而在之後的專輯加入更多不同的音樂元素和想法 到了2015年的第四張專輯 Tell Me I'm Pretty 他們還特別請來 次度獲得葛萊美獎的樂團 黑劍樂團的吉他手擔任他們的專輯製作人 果然有人帶這支不一樣 這張專輯讓他們成功拿下 葛萊美最佳搖滾專輯獎 也是他們樂團生涯的第一個葛萊美獎 此時此刻 他們已經達成小時候的夢想 把自己熱愛的音樂當成畢生的職業 團員們也在幾年間紛紛成假 一切看似都很美好 但人生無常 在下一張專輯的籌備期間 主唱麥特經歷了最沉重的傷痛 麥特在2018年結束了他四年的婚姻 心情陷入谷底 他一開始只想要逃離這個世界 於是他一個人搬去飯店住了一段時間 在沉澱下來之後 他決定把情緒轉化成創作的動力 就像他小時候做的一樣 他將自己和前妻的故事寫成歌曲 還去紐約學習一種叫做 舞踏的日本現代舞 他在那段時間所累積的能量 也終於在2019年的專輯 Social Cues爆發出來 這是他們掉進最黑暗 卻也讓他們最興奮的一張專輯 成功讓Catch the Elephant拿下他們第二座 葛萊梅最佳搖滾專輯獎 也再次證明了樂團的創作實力 Catch the Elephant沒有最好的出聲 但他們有最深刻的故事 他們在家鄉磨練自己 在英國完成夢想 但不論何時何地 不論台下有多少觀眾 他們總是把每一場演出發揮到百分之百 因為音樂就是他們的信仰 接下來到我們的小遊戲時間 那因為他們的歌 我幾乎每一張專輯的每一首都很喜歡 所以我就只能盡量從每一張專輯挑一首出來 這五首分別是 And No Rest For The Wicked Come A Little Closer Aberdine Trouble 跟Ready To Let Go 你那你最喜歡的是哪一首 浩瓊 餓難過 沒有啦 因為他這一首歌 就是他一般來講 人家在聽歌的時候 通常到副歌才會決定喜不喜歡 可是他主歌的旋律我就很喜歡 有一種陰謠的味道 從主歌就被吸引 我建議你去把他們的歌 都可以大概聽一下 真的 觀眾也是喔 沒錯 一群美股 那我自己最喜歡的是 Lowes 那也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你最喜歡的是哪一首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你可以按讚、訂閱、去聽他們的歌 也歡迎追蹤我們的Facebook、IG跟Twitter 下次見 掰掰 我們有請到區內容 謝謝 謝謝